我比較不一樣是 我女兒真的 其實就像你們說的 可能在學校現在的 太多單親家庭了 所以其實她沒有收到 同學之間的霸凌 她反而是收到老師的霸凌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友台拍了一個戲 然後那個就是八點檔嘛 然後你知道八點檔 有時候劇情會比較 重口味一點 那時候就有一天 我媽就跟我講說 我女兒回家哭了 而且哭得很難過 那我媽問她說妳怎麼了 她說沒有 她說妳到底怎麼了 她就哭得更傷心就說 老師罵我 她說 罵得他不要臉 對 那我一聽我想說 老師罵妳不要臉是怎麼回事 我當下整個傻啦 而且 真的 而且這事情就發生在我身上 而且那時候我真的很氣 因為那時候 我女兒小一到小三的時候 是在台南面的 那時候我爸媽幫忙帶 我小三 就等於說發生這事情之後 就小四我就轉回來台北念書 所以那時候 就馬上打給我女兒問她這事情 後來她才講說 因為呢 她的導師是女的 那導師的老公也在學校服務 是她們的體育老師 那她說她有一天就跟體育老師 也可能就是因為可能 我女兒從小就是缺乏父愛 可是她就會跟男性的比較好 就會比較有話聊這樣子 老師不會再吃他們的醋吧 是 對 小學三年級 而且身為教職人員 對啊 那時候她就看到 我女兒跟她老公走在一起 就是體育老師走在一起 後來她就把我女兒叫過去 她說妳為什麼跟她走在一起 妳怎麼跟妳媽一樣 電視眼那樣都是很不要人的 怎麼為人失表啊這個 我跟妳講 可不她 對啊 有點離譜 我因為這個事情 我直接去學校找校長 我就把這事情給她 就是過程講給她聽 然後老師也把這 校長也把這老師找來 然後就來道歉 那原本我是跟她講說 那我就是要就是轉班 那因為他們一二年級一個班 三四年級是一個班 然後而且那時候 那個學校是新的 就是人都很滿 就是妳要進去都不容易 所以她要轉班 真的有點困難 我說沒關係 我也不為難妳們 那妳們今天道歉我接受了 我只是讓妳們知道說 妳們今天造成這樣的小孩 而且我今天也來到這邊 跟妳們講這個事情了 我很不開心 後來我就把我女兒轉學 就轉到台北來 但是那時候 我真的差點有股衝動 想要去那種什麼教評會 哪些學校給她送出來 對啊 就在台南的學校 真的很誇張耶 真的很誇張啊 尤其覺得說 妳身為一個教職人員 然後妳真的是這麼不清不楚 然後深受這樣子電視的影響 妳有入戲到這麼深嗎 好,就是說妳今天入戲生好了 妳怎麼會對一個小學 三年級的小孩 有這樣子的想法 用這樣的言論對待他 真的很糟糕 那時候我真的氣到 超級氣 忠祐先生一氣之下 花了一大筆錢去給編劇 拜託把我寫好一點 會影響很多 這個真的太氣了 這個媽媽都會氣死啊 真的超氣啊 我那時候氣到好難過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中間就有停了 大概兩年的時間 就是因為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大家太根深蒂固 我就是都演比較強勢的 這樣子的 就恰伯伯壞女人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停了兩年 這兩年我就很專心的 陪我小孩就偶爾上上通告 泡泡活動這樣子 然後陪他 之後我才又開始出來拍戲 要 就是在 就是秀到小孩有一點狀況說 真的要專心陪他 真的啊 全方面陪 所以就像妳剛剛講的是 還好那時候 我有犧牲掉一些東西去陪他 是 對 沒錯